我看今天到现场的观众他们是很积极啊 曹老师刚刚说了一句话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时候呢还没说是什么秘密呢 坐在这个第一排第二位的男士就开始频频点头 还没听到是什么秘密 而他右边的这位呢 他左边的这位男士呢 甚至就已经开始拿本记了 我一直在观察他 刚才跟我们隔壁坐的我还聊天 我就说 你看我说我现在来的时候 就是我爱人给我准备好的衣服 准备好的药物 本来我就洗完澡了 就还没吹头 我爱人说你吹完头 吹干了 我说是呢 老公要潇洒一点 这就是看后面的老婆好不好 我就跟他开玩笑 那你平时都做过些什么事情来经营你的婚姻呢 责任自己承担 店铺或者是投资 上面如果遇到了什么坎坷 不到迫不得及 才不说 但是好事提前说 提前一个星期就预计有什么好事 提前就告诉 报喜不报忧 对报喜不报忧 不到迫不得及的坏事不说 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结构 面上的事情 实际上是我爱人是阻外的 但是呢 做具体事情 我又阻外 但是呢 感觉上呢 就是 形象方面 我爱人阻外的 那就是说 你们家大事老婆做主 小事你做主 但是大事基本没发生是吗 有点 有点 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一下她吧 看起来这么年轻 一定是婚姻很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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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